第六場四班千八米的賽事 很多一些千六以上的賽事 兩場千八米 兩場千八米怎樣選擇呢? 其實去到季尾,大家都知道 現在就是大摩和賽之爭 大騎士那些 冠軍騎士 都分明了 所以我覺得 會不會殺科爾就是大摩和賽賽呢? 當其他場次不是大摩和賽的話,怎樣去選擇呢? 這場選千八米選擇陽光 上一次千六米快步速 實在那一場就後追 第四 其實這隻馬我覺得增程千八米是對的 你不要看他那一場五四二為什麼會輸 根本這隻馬就不是放頭的 他五四二和三三六那一場其實都是跑錯的 就是羽龍共舞贏那一場跟天外天那一場呢? 千八米他選擇放頭 這隻馬一定要留在最後那段力才衝上來 所以這次二檔呢? 我希望他早段不要用那麼多力 留一段力在最後那時候才衝上去 這樣才是最好的嘛 那你上次看看好運和行運精選那場千六米 那你見到這隻陽光在這個內欄 粉紅色眼罩那隻 留到最後一段衝才發揮到這隻馬威力的嘛 你這麼早望空這隻馬耗力比較多 那你見到外面那些常拼常性電腦三號啊 多多啊 跟著小福障那些馬都不夠去衝的 不斷其實還有小的 只不過追不到那隻好運而已嘛 那沒辦法啊 所以這次呢 我只覺得這隻的陽光在這裏呢 其實呢是夠做的 那希望在這裏呢可以贏回一場